讲修行,落实生活,讲经典,应用于人生,欢迎来到禅心学院,聆听达观师父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畅谈六祖谈经,五四零,平等之心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你一天到晚在翻农历,数虎或数牛的要怎么样? 一月,七月,十二月要注意什么? 这三个月要特别注意,其他九个月都可以放轻松。 我这么说,你觉得好光明,好笑,但你还是在看农历,你时时刻刻都要注意, 你七月会犯小人,十二月会得贵人。 我得罪你,就是我犯小人,就会造成我的障碍。 你当特,模特,难道到了梯台才要注意怎么走? 平常到植物公园散步就不注意了吗? 你不注意,我怕你会跌到水沟里,或扭到脚。 时时刻刻都注意,才叫觉知,佛即觉,佛是一个人觉悟的人。 他时时刻刻都清清楚楚,保持一颗这么清楚的心,这是生活禅的基本条件。 你开始应该觉得惨愧,也应该反省,你的人生很散漫,只觉得有些东西比较重要,所以比较注意。 这反而是一种绷紧,紧张或障碍,这不叫觉知。 事情过去之后,就松懈,散漫,这种态度是很有问题的。 例如,地扫完了,好好擦佛桌,接着又好好擦神味,既然都一样,请你的心都保持一致。 你现在说都一样,你回到家里完全不一样。 你回答都是正确的,但你的生活完全不是如此。 你的内心世界,一定有轻跟重,大跟小,现象界,确实有轻重与大小,但你要以平常心去应对,而心是一样的。 如此去信念你自己,你才称得上生活的行政。 我讲几个基本概念。 一,你要时时刻刻有觉知。 二,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重要。 第三,你的心从头到尾,都要保持平静,平等。 平常心,就是平等的心。 这样,你就不会变来变去。 这是最基本的心态。 在现实的环境中,各种状态你都会遇到。 有一个反应很简单,这是一个人, 它当中有五根,眼,耳,鼻,舌,身,跟外面的五尘色相对,处,一接触,再透过一根,再判断这个法尘。 讲的更白话一点,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模式,就是我们身体的感官系统,去接触到什么。 这就是我们认知的世界,你感觉到好,你说你很快乐。 感觉到不好,你觉得你很苦。 感觉到不苦不乐,你说你没有什么感觉。 我们所有的问题,都是从这里来,都是从我们的感官系统,接触到这个环境所反映的东西。 我们一切的苦,就是这样反映出来的。 修行,就是无论身体感官系统接触到什么,在接触的那一刹那,你要看到,你现在听到很吵,即你的耳朵接触到外面的声音。 接触了,你要用心知道,你一接触,一定会升起你的习惯,即很吵。 你看到下雨,就会想,下课很不方便。 你一接触到,它是大声,你也知道它是大声,但有时候,你不但知道它大声,你内在马上会不舒服。 你被干扰了,这就是没有修行的状态。 有修行的状态即,一接触之后,我知道因为我接触,所以我才生起不好的感受。 用一个字代表,极苦。 它消失了,我又生起乐的感受。 生起苦的感受,你要马上带入这个公式,那个是无常的。 后面的公式,都完全不用带。 你只要带苦和无常的公式就好。 并非有那个境界才升起无常观,而是时时刻刻都要活在无常观。 否则,你就还没有进入修行的状态。 当你接触到乐的感受,你马上升起无常观。 接着你知道它是苦的,你不苦不乐,乐和苦的感受都是苦的感受,因为都是无常。 这样,你对苦的认识才能清楚。 你出离的心才会强烈。 表面上,这叫无常观。 这,意识用心,名词不一样而已,都是用你的心在观察。 一直观察,你会渐渐步向正道,及你渐渐进入正见,正思维,正语,正业,正命,正经济,正念,正定。 这样,你自然就不会与道相而备了。 文后思维,如何平等对待一切境界呢? 心平和老持戒,行职和用修缠。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,感恩达观师父教会,感恩您的聆听,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ICET I I I